一穿安全裤的校花突然感到一阵凉意 发现旁边的同学正在偷看自己 同学痴迷地深咽一口口水 同时也注意到校花比出的友好手势 但他依旧无法自拔 校花无奈只好拉低裙摆 学习委员为了吸引校花的注意 突然袭击朝着课桌重重拍下 并释放出一个低沉但巨臭的臭皮 同学们瞬间破防 争先恐后地把头伸出窗外 就在他们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 无数辆军用卡车突然开进学校 在所有人震惊的注视下 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整齐排列 伴随着中尉的一声令下 他们即将正式接管学校 原来就在不久前 平静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堆神秘圆球 这些紫色圆球盘踞空中一动不动 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大家都在猜测圆球是漂浮的陨石 还是外星人派来监视地球的东西 有的国家率先对圆球发动攻击 可圆球竟然开始了裂变 渐渐的整个地球都被这种球体给覆盖了 没有人再敢贸然行动 只能任由圆球待在天空 专家分析圆球只是想找个家 你不去动它它就不会动你 反正也没有影响到人类什么 不如就让它留在那天上 几个月过去后 众人都接受了圆球的存在 这玩意看久了也就看顺眼了 有的人甚至还乘坐热气球上去 与圆球亲密接触 可就在人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颗圆球竟猛然坠落在军队驻地 凑近了看才发现 这个圆球的表面是浮动的 好像它不是一个球或者一颗石头 而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军人们感到心慌 但长官却选择了直接了当的方式 没有任何作用 长官干脆让人拿来刺针飞弹 一炮下去现场顿时浓烟滚滚 可烟雾散开后 那圆球竟还是完好无损的样子 众人越发惊诧 但就在这时 圆球里发出了一阵阵刺耳的叫声 并且还伴随着强烈的紫色光芒 没人知道军队的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总之第二天国防部部长就发出了全国动员令 除了现役军人外 还要24岁以上的年轻男女加入预定兵的队 不仅如此 就连所有学校的高三学生都得进入全员备战状态 高三学生只要愿意加入军事训练的 就可以在考大学时加分 这是拿捏了高三生的命脉 加分这么大的诱惑 没有一个家长会不同意 军队很快就驻扎到了学校 高三生的家长们也纷纷签署了同一书 这天之后所有人都搬去了学校住校 高三二班的小队长是军队的李中卫 他长得虽然比我差一点 但体能还是能甩我几条街的 在他魔鬼式的训练下 二班学生每一个都被搞得叫苦不迭 刚开始还觉得李中卫帅的女生们 现在在看他也只有愤恨 读书已经够费脑了 现在还加入体能训练 这不是比坐牢还要惨吗 每天训练结束后 他们都会对着镜头抱怨 这些视频将会被寄给他们家里 可他们不会想到这些视频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画面 一天晚上校爸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 他没有按规定交出手机 所以他看到了外面的消息 动物园里派发了很多军人进去 那些军人对着动物疯狂屠杀 学生们被这一幕震惊了 但小胖却猜测可能是战争要来了 在战争开始之前 政府会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处理掉动物园里的动物 比如老虎狮子大象 为什么 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 可当他们得知小胖是在漫画书上看到的这个观点 就再也不肯信他的鬼话了 今天校爸和学霸打了一架 两人被惩罚去倒垃圾 但刚走到半路他们差点又打了起来 小只看到后赶紧上去拉架 谁知就在这时 天上的圆球竟然掉了一颗下来 可没脑子的校爸还在和学霸打架 学霸被一拳揍到圆球旁 不料下一秒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小只和校爸人都吓傻了 逃吗往哪里逃 手指惊恐地捏紧衣袖 在庞大的怪物面前 他们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好在李中卫及时赶到 这才就下了差点被吃掉的小只 那个怪物吃完学霸就变回了圆球的模样 一切好像都没发生过 但学霸空着的座位 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们昨晚的遭遇 班上的同学还不清楚世界正在变天 发现训练比以往更加艰苦 他们一个个都抱怨连连 体能训练后 李中卫又带他们学起了组装枪支 今后他们早晚都会用上枪 想要保护自己就必须把枪法练好 等时机成熟 李中卫就带他们出去实战打靶 真枪实弹听起来就让人恐慌 但比起这个 更让高三生们震惊的是外面的街道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仿佛走进了末日之城 他们紧张得窃窃私语 觉得是军队把这条街给清空了 可他们没有看到在他们隔壁那条街 正有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成圆形 因为那下面就是一颗从天空砸下来的圆球 打靶结束往回走时 李中卫这才发现了不对劲 街边的弹网 散布在地上的子弹 种种迹象都说明这里刚才经历过一场恶战 他赶紧叫停队伍 并让大家在原地休息十分钟 李中卫打算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可人群里两个学生却悄悄约着溜去了超市 超市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光明正大的开始了零元购 几分钟后老师才察觉他们不见了 他让大家一起帮忙找找 一个女生看到地上有把枪 还以为这是那两男生丢在这里的 谁知下一秒 尖叫声引来了所有学生和老师 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到 残志断骸之是人间还是地狱 这里暂停一下 有没有一个人 让你一看到他 就瞬间心情变好 分享一个最近很火的恋爱神器 牵手APP 在牵手脱单的每个人 都会感受到爱与被爱的快乐 他们热爱生活 懂得相互欣赏 互相陪伴和付出 在牵手脱单 实在是太容易了 我把下载链接放到了评论区 单身的小伙伴可以下载体验 难怪鸦雀无声 原来整条街的人都死了 老师惊恐地拿起枪支试图保护学生 可他这个苗边大师 没多久就被怪物冲到了跟前触脚穿透了他的身体 所有学生都被吓傻了 他们眼睁睁看着老师倒下 连逃跑这件事都忘记了 一个士兵赶来支援 脑袋却直接被怪物砍了下来 圆滚滚的人头滚到他们脚边 他们这才想起来要跑 众人四散逃离 但无数怪物在他们身后群追不舍 小致幸运地和纳罗躲到了一起 纳罗的射击是全班最好的一个 小致和他在一起比和其他同学在一起强多了 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地保密 那些怪物一旦碰到人触脚就会变长 怪物力大无穷 往往需要很多个人才能拖住一个被困的人 此时李中卫和其他士兵也赶不回来 他们一边消灭怪物一边指挥高三生进入楼道 其余没能跟他们会合的学生有的跑进了商场 还有的躲到车里不让其他同学进来 没能上车的两个女生只能躲到电话亭里去 可他们触发了警报 竟把周围大多数怪物都引过去 怪物一下下撞击着电话亭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沦为怪物的事 锅里已经有了裂缝 两个女生吓得瑟瑟发抖 偏偏这时 幸好李中卫及时赶到现场 这才保住了他们两条小弟 经过一番殊死火拼 高三生们终于全部聚到了一起 他们死了很多同学 军队里死了好几个士兵 事已至此李中卫只能对他们说出真相 那些圆球会裂变还会诞生怪物 怪物以人类为食 想要活下去他们就必须成长起来 政府让高三生成为预备兵 不是为了真的给他们加学分 而是为了让他们拥有战斗的能力 现在活着的所有人都到齐了 只有那两个去超市林元购的同学还不知去向 也不知道他们俩现在究竟是什么处境 超市里突然出现一个小怪物 可这两男生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跑 而是拿着枪胆子去戳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 见怪物没有反击 他们甚至还用手去逗他 结果下一秒 两人吓得慌忙逃窜 这怪物的动作很快 还能伸出超长的触角 幸好他们及时把怪物关进了兵柜 这才把怪物给制服了 怪物似乎很怕冷气 一分钟不到他就彻底没了动静 两人趁机火速逃离现场 与此同时 李中卫和其他同学也正集合在一起 这次死了不少人 众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可李中卫才把事情原委告诉他们 就听到旁边巷子里传来了一些声响 大家赶紧严阵一带生怕又是那吃人的怪物 李中卫丢出头盔去试探 一个影子便缓缓朝着头盔靠了过来 高三生们紧张得恨不得立即开枪 但就在这时 但班上一个短发女生还是开了枪 幸好她枪法不准 这才没有把对方给打死 来人是去超市陵渊够的那两个男生 看见他们没事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九死一生回到学校后 他们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力气 现在高三生们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收拾东西回家 可李中卫不许他们走 先不说他们现在是预备兵 就是外面那么多怪物 他们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 附近几条街都被怪物占领了 他们这些除了尖叫一无是处的学生 出去了也不过是给怪物当口粮 李中卫让他们晚上继续训练 可这些高三生却开始了投票 是要回家还是要待在学校 最后他们都选择了回家 两个代表拿着大家的签名去找李中卫 想让李中卫把他们放出去 见他们执迷不悟 李中卫干脆把事情告诉了他们 现在外面所有人都即将被转移到避难所里 就算他们回家家里也没有人 高三生既然签署了预备兵的协议 那就不能中途退出 为了让他们打消回家的念头 李中卫干脆加大了训练量 反正他们也见识过了外面的残酷 不拼命训练的话 到时候他们连跑的力气都没有 军队那边抓了很多怪物来研究 普通的子弹对他们都造不成伤害 只有DU弹才能彻底将他们消灭 可DU弹也只对小怪物有用 要是遇到中型或大型的就只有逃命的份 高三生根本不清楚事态严重到什么地步 晚上他们还聚在一起想逃离的办法 他们选出小智等人让他们回家里看看情况 小智家就在学校附近 只要出去他就能向家里报信了 几人一路躲避着士兵 可小胖不小心发出动静 还是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没多久他们就被堵到了李中卫面前 李中卫为了惩罚他们 索性让整个班的人都加恋 但这样做不仅没能让他们放弃 反而还激发了他们的逆反心 第二天他们就到处笼络其他班的学生 他们想把所有高三生团结在一起 然后B门口的卫兵放来 可就在他们推荡争执间 又一颗巨大的球体从空中坠了下来 球体里的怪物一涌而出 高三生们吓得尖叫逃窜 但这么多怪物他们又能往哪里逃 不明生物袭击了整个校园 驻扎在校园里的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么多学生他们无法一一顾及到 并且天空还不断有球体坠落 那些球体落下来就成了几百上千个外星怪 高三生们原本是被当作预备兵训练的 但训练了这么久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保护自己 一些学生躲到了教学楼 但那些怪物扑在玻璃上 玻璃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好在李中卫迅速指挥学生们上车 只要离开这里就能逃过一劫 可有的女学生还在发猛 她被吓得傻能在原地不肯离开 最后还是大家连拖带拽才把她弄上了车 胡子军官没能赶上一号车 只能追上李中卫的二号车离开 但外面的世界就一定安全吗 整座城市都陷入了困境 一号车才行驶到一半就被怪物给袭击了 司机当场惨死 怪物吃完它又去吃后车厢的学生 幸好众人逃得快开枪也迅速 这才终于逃过了一劫 可危机过后他们才发现有个女生被打伤了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如果留在这里等救援女生很有可能会失血而死 如果离开这里去找庇护所 可能又会让她死在半门 大家意见不同意 小智只好先带一些人去附近查看 也无庇护之处 幸运的十分钟后 她找到了一个可以躲藏的房子 众人这才赶紧躲去了那里 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药找食物 受伤的女生已经开始发烧 而且他们所有人都被饿了很久了 惯性的是这里还留有一些发烧药 并且一个眼镜妹也找到了一包泡面 不过 只有一包泡面 眼镜妹决定自己拿出去偷偷吃掉 她来到一处无人的眼外 这才把那包泡面给拿了出来 灾难刚刚开始人性的自私就展露无遗 可她一个人在这里吃毒时 也很容易被怪物给盯上 眼镜妹尖叫着跑回庇护所 但她得救的同时也把怪物给引过来 众人只好把门窗封好不让怪物进来 可怪物也是有智商的生物 她竟然从烟囱里面钻了进来 大家连忙躲到房间里 并死死把门给抵住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怪物很快就爬到了窗外 好在那里有铁瓷网 这才没有让她钻进来 趁着这个机会 小智决定出去找个工具 只要把窗户剪开 他们就可以从窗户逃出去了 不过在这之前 他们得在屋里制造一些动静 这样才能把怪物给引到门口 小智有惊无险地拿回了工具 接下来他们把电视声音调到最大 等到怪物扑到门边 他们就从窗户逃出去 外面有一辆货车 他们幸运地找到了车钥匙 可到了关键时候 开车的小壮却不动了 他不会开手动吧 只能下车来想其他办法 一个女生冲上去抢车钥匙 但小壮不信他会开 两人争夺了起来 结果钥匙被丢到了墙缝里 这下完了 他们够不到钥匙 而且屋里的电视也卡刻不放 眼看怪物就要追过来了 他们只能用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谁留下来引走怪物 谁抽到短签 谁就负责把怪物引开 大家纷纷抽走一根 他们拿到的都是长签 只有小壮不肯拿出来 因为他抽到的是短签 看到他迟迟不肯伸手 眼镜哥只好把自己的签掰断 他决定顶替小壮去引开怪物 这一去他必死无疑 小壮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短签 头一次生出了愧疚的心思 他会选择帮忙吗 这些学生最后又能否逃离这个鬼地方呢 小致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捡回货车钥匙 众人迅速坐车离开现场 只留下眼镜哥去引走怪物 但面对怪物的攻击 眼镜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幸好在他性命垂危之际 小壮及时返回用液弹消灭了怪物 之前在超市时 小壮就发现了怪物的弱点 他们除了害怕低于子弹外 还害怕低温的环节 与此同时李中卫也带着二号车的人赶了过来 他把高三二班的学生全部接回了避难营 这里是军队驻扎的地方 所有学生来了必须换成军装 这一刻他们彻底脱离了学生的身份 变成了听从部队指挥的预备兵 部队长官让李中卫带领他们去抗击怪物 想要消灭怪物只能等到冬天来临的时候 但现在怪物横行霸道 他们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军人数量有限不能白白牺牲 这种情况高三预备兵就成了最好的人选 出发前所有学生都拿到了一份遗书 他们需要把自己最后的心愿写下来 并且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留几根下来 这样他们死后部队才方便联系他们家属任理尸体 对于这个安排高三生全员排斥 可这里是部队不是他们可以睡觉胡闹的课堂 第二天他们还是拿上枪支前往了战斗地点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消灭这片区所有的怪物 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定位器 只要有怪物出现定位器就会出现亮光 没多久定位器上就显示出了怪物的位置 李中卫赶紧带着众人赶到那处地方 担心被怪物突袭 李中卫还丢了一个玩具车出去 玩具车的声音很快就引来了怪物 李中卫一声令下 所有学生齐齐开始射击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学生的枪法已经长进了很多 十分钟不到怪物就被解决了一小半 不过怪物也是懂策略的 他们建议刚刚不过就全部躲进了房子里 李中卫等了很久都没看到他们出来 可就在众人即将放松警惕时 怪物的移动速度很快 但李中卫的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经过一场激烈的火拼 这些怪物总算被解决得差不多了 现在还有一小部分在大楼里面 神枪手罗拉在顶楼狙击埋伏 李中卫则小心翼翼地带人进入大楼 柜子里传来了一些声响 他们谨慎地打开柜门 可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女学生 女学生是另外一个班的 她所有同学都死了 只有她躲在柜子里逃过了一劫 目睹了人间炼狱 女学生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 晚上大家找了一个废弃的楼房休息 但女学生却偷偷找了个地方 试图自杀 班长赶过来制止了她 可她转头就把怒火喷向了李中卫 她觉得是军人害死了她的同学 军人明知道这场战役的艰难 还让学生们去打头阵 女学生无法忍受被当枪使的滋味 所以她干脆朝李中卫举起了枪 一个高三女生开枪打伤了军官 她觉得她朋友的死都是军人造成的 幸好她枪法不准 只是打到了军官的肩膀上 如果军官不来挡枪 受伤的本干是李中卫 对于这个变故 高三二班的学生又是生气又是怜悯 这个女生死了同伴 他们又何尝没有失去同学朋友 只是军令难为他们也做不出离开的事 学生们彻夜难眠 而他们的心思全部被李中卫看在眼里 为了不让这群孩子一个个惨死 李中卫决定违抗军令把他们带回去 这样他虽然会遭到惩处甚至死刑 但好歹保住了这群学生的命 李中卫打算天一亮就带他们回到避难营 可还没等到第二天 小智和奈罗就发现了不对劲 飘在天空的大型球体只要一发出光芒 下面的一些球体也会跟着发光 像是在传达某种信号一般 怪物们便开始集体朝着某处移动 李中卫怀疑他们是在侦查 只要找到了合适的目标 他们就会猛扑过去享用美食 奈罗查看了附近的地点 发现怪物移动的目标是一个小规模的避难所 那里有很多百姓 说不定还有学生们的亲人 为了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李中卫决定带领大家先去消灭怪物 他制定好计划 准备先把怪物引到海松市立大学去 接着他们在大学里布置好炸药 等到所有人撤离了就按下引爆键把怪物全部炸死 炸弹必须用DU弹来制作 毕竟只有这种子弹才能对付怪物 第二天 学生们一部分制作炸药 一部分打开广播吸引怪物 怕这些声音不足以把怪物吸引过来 他们还打砸起了楼下的汽车 怪物对声音很敏感 汽车的警报声他们在十公里外都能听到 李中卫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但他低估了怪物的速度 炸弹都还没制作完 一群怪物就即将冲进学校了 天台上的学生连忙呼叫车里 他们必须在五分钟内全部离开 不然就会和那些怪物撞个正着 可五分钟的时间并不足以把剩下的炸弹制作完成 李中卫只能让学生们先行离开 他争分夺秒地制作炸弹 但炸弹刚做好那些怪物就冲了进来 李中卫试图走楼梯 可下面也全是秘密麻麻的怪物 他自知不敌连忙原路返回 那些怪物的行动太快了 就算是李中卫这样身经百战的人 也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场仗他打得异常艰难 楼道 厨房 教室 没有一个是他的藏身之地 李中卫想要从楼上跳下去 可从这里摔下去他不死也得惨 李中卫终于发现自己无路可逃 于是他联系了对面那栋楼的军官 让他们立马按下引爆键 如果不炸死这群怪物 那怪物吃完他就会追过去吃学生们 到时候忙活了这么久还全军覆没 他实在是不甘心了 可李中卫相处这么久 学生早就把他当成了哥哥 没有人愿意按下引爆键 直到李中卫被怪物缠住 班长才终于狠下心来按了下去 外星怪物袭击地球 所有高三生们都拿枪走上了战场 一开始他们连枪都不会拿 可自从教导他们的李中卫死后 他们全部都成长了起来 高三生们学会了团队作战 每次都派人去引出怪物 然后由攻击小队把怪物给处理掉 因为无线电坏了他们一直无法和外界联系 他们便在这栋楼里待了一个月 好在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每次作战前他们都会投票表决是离开还是留下 但每次都是要留下的选票居多 所以他们只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这天班长把众人分成了三部分 小胖他们留守住地守好食物 班长他们去监狱寻找无线电零件 小智他们则去医院寻找医疗用品 分工明确后大家就开始分头行动 小智这边非常顺利 医院有很多药品 抗生素血凝剂都是他们现在急需的东西 小智还在医生办公桌里找到了很多巧克力 不过班长那边就有点麻烦了 他们竟然在监狱里听到了声音 这说明监狱还有被关押的犯人 果然当他们走到牢房时 犯人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估计在狱警走之前给他们牢房里放了些食物 所以他们才能活到现在 好不容易看到有人来监狱犯人们全都激动无比 他们让高三生们把他们放出去 可这些人都是干过坏事的人 学生们不敢轻易将他们放出来 善良的艾雪看到有个牢房里的犯人没动 就好心走过去问问他要不要吃的 谁知犯人竟对他打起了感情牌 他说他很久没看到他妈妈了 希望艾雪能放他出去见见他的妈妈 说着他还把自己妈妈的照片拿给艾雪看 他求艾雪帮他找找他的妈妈 并说他在监狱一切都好 看着对方真诚的样子 艾雪觉得监狱也不一定都是穷凶极恶之人 所以尽管班长决定不放犯人们出来 艾雪还是偷偷回去打开了牢房的门 他觉得这里要找妈妈的犯人很可怜 就想把他一个人放出去 不料下一秒这犯人静猛地对他发动了袭击 所有犯人都被他放了出来 艾雪反而成了他们的人质 并用艾雪的善心这些人成功逃出了牢房 但他们忘了艾雪还有同伴 班长带着众人匆匆赶到现场 害怕犯人们逃出去 众人还把外面的大门给锁上了 可艾雪在犯人手上 这让高三生们不敢开枪 毕竟这些犯人可不在乎杀不杀人 他们要是好心就不会被关进这里来了 这一刻艾雪终于后悔了 他把同学们拖下的水 还把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界 都是一群涉事未深的高中生 看到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忍得住 他们无法坐视不理 只能答应把犯人们放出来 双方各自放下手里去枪 本以为这样就能让犯人们放过艾雪 可那些人竟然言而无信重新把艾雪抓了回去 眼看有犯人要拿枪 高三生们只好赶紧离开这里 艾雪没能救出来 他们的枪还落到了犯人的手里 末世先杀圣母不是没有道理的 明知道监狱里没有好人 这个女学生却非要把犯人放了出来 结果她落到了犯人们手上 还害得同伴们全部丢了枪 犯人拿到枪后的第一件事就去找逃跑的同学 他们准备把男的全部杀掉 把女的全部囚禁起来 但他们被关监狱太久 根本不知道外媚的世界已经被外星怪物给霸占了 当他们四处寻找高三生时 狂妄的喊叫声也引来了那群怪物 有犯人想要强迫艾雪 可艾雪也不是吃素的 她虽然圣母心但战斗力还是不弱 没有枪她就把自己锁在柜子里 犯人剔打柜子会引来怪物 她只要不出声就能让怪物杀掉犯人 犯人被追得狼狈逃窜 她想要开枪却发现枪里竟然没有子弹 原来高三生们早在去救艾雪前就取走了所有子弹 他们不傻 不可能把真枪实弹留在现场 因为发现有怪物在靠近监狱 他们才会故意去把犯人放出来 艾雪知道怎么对付怪物但那些犯人不知道 只要艾雪别再犯船 就可以撑到他们去救他 怪物吃人的速度很快 一旦沾上没人能跑掉 没多久怪物就解决了一半的犯人 可看到地上残缺的尸体 有的犯人依然不信邪 他怀疑这是高三生干的 但他刚想出去找高三生算账 就被一只怪物给缠上了 另一个犯人想要开枪 却发现自己被高三生们给耍了 他不敢去救育友只能迅速撤离此地 高三生们趁机冲进牢房 他们捡到枪就立马换上弹匣 有了子弹他们才有对付怪物的武器 可好不容易和艾雪会合 他们又遇到了数只怪物 子弹有限 好在支援的同学来得很快 听到枪声后一个犯人迅速赶往现场 他找到了预警留下的手枪 并对艾雪他们发出了攻击 为了救艾雪一个女同学被打伤了 幸好这时另一个犯人也走了过来 他没有对艾雪他们动手 而是开枪除掉了他的女友 犯人之间是没有感情的 在这种吃人的时候 他们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与此同时其他学生也赶了过来 犯人只好放下枪支 见这个犯人没有恶意 学生们便放了他一马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赶回驻地 可他们没想到刚回来就看到了一个同学的尸体 死去的同学名叫阿哲 他是跟着小智他们去医院找药品的 他去世前小智曾听到他在和人说话 但不管小智怎么问 阿哲都没有承认 当时小智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可阿哲不肯说他也没有办法 医院这边很安全 他们没有见到什么怪物 但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小智突然看见阿哲从楼上掉了下来 他当场摔死 没人知道他死前发生了什么 大家只能把阿哲的尸体带回驻地进行掩埋 艾雪在监狱惹出这么大的事都安然无恙 可阿哲却在安全的地方离其身亡 这让所有人都感觉不可思议 而阿哲的身上还有一些投票纸 上面全是反对继续留在这里的选票 本该在箱子里现在竟然在阿哲的身上 这说明有人对选票动了手脚 明明很多人都想走 但选票结果每次都是继续留下的多 大家怀疑这事是班长干的 毕竟班长就是负责选票的人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众人就再也不可能团结一致 见分争欲演欲裂 小爸只能站出来承认这是他干的 原来前段时间小爸和阿哲收到了无线电消息 上面说只考取消了 不管大家打不打乖都不会高考加分 小爸和阿哲怕这事说出去会让人心涣散 到时候大家肯定会闹着回首尔 但首尔绝对比这里更加危险的多 为了隐瞒此事 阿哲和小爸只能故意弄坏无线电 并和班长他们一起伪造选票结果 离开就是死 留下骑马还有一条活路 班长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为大家好 可现在真相败露 大家宁愿去首尔看一看也不愿意继续待在这里 看到众人都走了 班长等人也只能跟上 路途遥远 这一趟不知道他们能否活下来 这部韩剧被骂惨了 高能开端低能结尾 明明是讲末世求生最后却变成了人性斗争 但就算这样也有很多人把他给追完了 比如我就是其中一个 上一集说到高三小队在末世里徒步回首尔 但在路上他们发现了好几具尸体 小胖一眼就认出了这些尸体的身份 因为前几天他们驻守驻地时 这些人曾经来过他们那里 他们是另一个学校的高三生 这次本来也是要去首尔的 谁知竟死在了半路上 这说明去首尔的路员比待在驻地要危险得多 班上的学霸站不住了 他不断祈求大家往回走 他参加作战是为了高考加分 他家庭条件不好 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如果他们在回首尔的路上死了 那他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学霸求大家跟他一起回去 但已经走了一半了 没人愿意再往回走 学霸精神都快崩溃了 可来到一个游乐园时 高三生们竟然还有心情玩 他们在这种时候只想回家和家人团聚 没人在乎高考和未来 大家都只想活在当下 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摄影机的一段画面 那是阿哲活着的时候录的 他好像想要对大家说出造假选票的事 谁知竟在这时遇到了怪物 他慌忙躲避结果不慎掉到了楼下 原来这就是阿哲的死因 不是愧疚自杀或者被谋杀 而是被他们没能发现的怪物害死的 众人心里酸涩无比 小言想要走出去透透气 不料却遇到了慌张的学霸 他在路上发现了一张报纸 上面写着指考如约进行 学霸想加分已经想疯了 他试图和小言争论 结果却把小言推在地上撞晕了过去 看见昏迷的小言学霸突然起了歹心 他想要把小言就地正法 但这一幕被校霸给看见了 校霸一脚将他踹翻 然后去互换地上的小言 可学霸担心他会把这事说出去 干脆对校霸举起了枪 听到枪响的高三生们迅速赶往现场 但这里已经没有了校霸的身影 学霸解释说刚才有怪物过来 小言受了伤校霸也被拖进海里吃掉了 没人怀疑他的话 因为现在刚好有怪物在朝这里赶来 大家连忙扶起小言离开游乐场 他们走了很久才找到一所可以暂避的学校 在这里面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以前 大家说说笑笑 但学霸却以为他们是在讨论他 小言已经醒了 学霸以为小言会对大家说出他的狠辣 殊不知小言并没看到他杀害校霸的内容 害怕众人回到首尔后说出真相 学霸干脆对他们发动了攻击 他像疯了一样对所有人开枪 小胖挡在了小智身前替他挨了几枪 这才让小智活了下来 事后那罗唤醒了晕倒的小智 两人一起冲出去对付学霸 但学霸已经沙红了眼 他根本不愿意就此收拾 学霸终于倒了下去 而除掉他的人竟然是班上枪法最烂的爱学 他们班没有被怪物全部吃掉 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两个月后军方研发出了对付怪物的东西 世界上的怪物一下就被消灭的99% 小智他们的生活恢复了正轨 但小智不想靠着战斗经验来加分 因为这样会让他想起为了加分而杀害同学的学霸 班上只有他和另外三个女生活了下来 小智曾以为最可怕的是怪物 可现在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人心 未经许可挙它残酷的cos先 未经许可挙党的第1回 unin